第150集 楚人这一退,车队面前便是空荡了很多,行走起来也是快了一些。 就在这时,一个略带斯雅的女子声音尖锐地传来。 威洛,你叫妖宝! 尖声嘶喊中,楚石公主提着赏,气急败坏地向威洛的马车冲来。 她冲得又是急又是快,秀美的面容扭曲着,带着一份争鸣和愤怒,她瞪着威洛,目光都要喷出火来。 她冲得很快,在楚石公主的身后,八个势必紧紧地跟随,一个个急急想把她给扯回去。 楚石公主确实不管不顾,她用力把那些势必推开之后,重重地撞上了威洛的马车。 在马车旁,原本是有剑客相护的,不过这十公主,一没有功夫在身,二来,她撞的时候,是不管不顾地用胸口,用脸,直接向剑尖上撞来的。 重剑客急急收手,这才没有误伤到这楚石公主。 她重重地撞来,砰的一声,撞上了一个剑客之后,楚石公主推开她,跌跌撞撞地,伸手攀上了威洛的马车车员。 她食指紧紧地抓着那车员,抬起头来,愤怒地,委屈无比地盯着威洛,扯着嗓子尖声地嘶吼着。 你这妖妖,你欺骗我,你分明对是那个妖妖,你都不说明,你欺骗我,你是妖妖,你害得我被凶掌责骂,被众人唾弃,你害我不容于增肆,你害我再无颜面,你,你,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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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实在是恼恨至极,声音又急又快,语无伦次。 因为她扒着车员,也因为识人的习惯中,不管是谁,都要光明正大地面对任何驳斥指责,所以,威洛的马车停下了。 楚石公主,伸手揪向了威洛的袖袍,愤怒无比地瞪着她,尖声地吼着。 你,你下来,你下来,你来告诉众人,你就是那个妖妖。 看来,这个楚石公主用了一晚上,终于明白了,昨天自己在威洛的言辞中大落下风,实是因为她被威洛骂懵了,都忘记了重点质问她,她到底是不是那个害了楚国的妖妇? 因为,那才是威洛的痛脚,不管她把自己说得如何无辜,只要她承认了,就必有一部分楚人,会对她恨之入骨,必杀她而后快。 楚石公主扯着威洛的跑脚,死也不放,连拉带扯。 众楚人的议论声这时已先,众人都是转过头看着这一幕。 一席白跑的威洛,在撞落疯癫的石公主的风扯中,终于出手了,她右手优美而缓慢地伸出,轻轻一伸,便把石公主给推开。 然后,她纵身跳下了马车,站到了离石公主左右五不远的地方,她下车了。 车队这时已经止住,公子尖铃微微侧头,静静地看着威洛。 众楚人也是在看着威洛。 安静中,只有石公主的尖叫声传来。 你告诉大家,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妖妇,你说呀! 石公主的声音尖丝而立,高亢至极。 魏洛文言微微一笑,此时的她,笑容淡淡地,白袍被风吹起,当真是一副气定神贤的模样。 只是这个时候,她的心却是暗暗地存着。 这一次楚石公主出逃,是不是身后有众公子和权贵的指使? 如果有,她们将会使出什么样的招数来对付我呢? 寻思中,数千双目光都是一顺不顺地盯着她,等着她。 魏洛抬头,看向楚石公主,看向众楚人。 她的目光明彻如水,所望之处,人人心中已清。 安静中,魏洛轻声地说道。 妖妇? 敢问石公主,你此番前来,便是想让我承认我是一个妖妇吗? 多啊,如有问,何不请令兄公子武前来? 堂堂丈夫,竟是一愚蠢妇人前来相逼。 魏洛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一众期待当中,大大方方地丢出了这两句话之后,竟是身子一转,一袖一甩,便向马车中走回。 她竟是对楚公主的质问你也不理,她竟说她不屑于回答楚石公主的问话,她竟指明道姓要求公子武出面。 人群中一片喧哗之声,喧嚣中,恶然中,魏洛大步地向她马车走回。 事实上,魏洛并不知道楚石公主的行为是不是公子武所派。 按照道理,楚石公主如果是真的被人所使,那必是有公子和公卿的联合。 不过魏洛一直知道,攻击敌人最好的办法,永远都是只攻一个点。 她与公子武之间的仇恨已经解不开了,不如便牢牢地盯死她一个人。 楚石公主又急又怒,她尖声地嘶吼着。 你,你,你明明就是那个妖妇,你,你又不承认,你又不是,你,你…… 她吼到这里,气得直喘气。 魏洛也是不理她,静止地朝马车中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暗暗地冷笑。 我的身份终是不能当众揭开的,就算惹人怀疑,不揭开,便还有回转的余地,一旦揭开,便会陷我于绝境。 你以为你这种低下的逼迫之计,便能令得我自揭其短吗? 真是愚蠢。 魏洛城袍挥洒,走得从容至极。 就在她要跨上马车之时,突然之间,楚师公主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嘶叫,这是真正的嘶叫。 嘶叫中,她纵身朝魏洛一扑,指甲森森,已是壮如疯癫地撕向她的衣袍。 你这妖妇,你不跟着,我不要被放住,我不要,你快点说,你快点说,你就是那个妖妇。 声声的嘶吼中,楚师公主已经是不管不顾地扑了上来,一手扯下了魏洛的衣袍,而这个时候,魏洛正好走到车门处,在楚师公主的双手扑来时,魏洛的身子微微一闪,让了开来。 她转过身去,与楚师公主面对着面,怜悯地,一脸厌恶地盯着她。 多,如此丰富,怎堪为王侍女,速速把她拉下。 魏洛最后一声喝,却是针对楚师公主的士臂们,士臂们一睁,相互看了一眼,竟是从善如流地向楚师公主围来。 就在她们围上的同时,十几个楚国剑客也同时向前一步,齐刷刷地来到了楚师公主的身后。 众士臂迅速地围上了楚师公主,拉得拉手,抱得抱歇,急急地叫着。 公主,铁烧人,物躁呀。 可是,楚师公主哪里愿意就此退下呢? 当下,她左甩右甩,急急地甩开了众师臂,再次纵身一扑,紧紧地抓上了魏洛的衣袖。 就在这时,一道黄色的寒芒,有刺客。 魏洛大惊,她急急低头,就在她这一低头间,那个抱着楚师公主腰身的士臂,右手重重地向下一插。 她的动作又急又快,又是果断无比,只是一瞬间,一把匕首样的短剑,便是深深地扎住了楚师公主的胸口。 魏洛迅速地抬起头,睁大了双眼,深深地叮响那个下手的士臂。 那士臂对上魏洛的眼神,忽然连嘴一笑。 这一笑,她的牙齿森森,诡异至极。 楚师公主张开小嘴,她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又是蠕动了一下,她艰难地想转过头去,想看上这个长久以来一直侍候她左右的士臂,但是她只转了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那个士臂的右手再一次一沉,然后她松了手。 随着她的手一松,顺时一股鲜血似箭而出,转眼间,楚师公主便是身躯一软,头一垂。 就在楚师公主倒下的瞬间,几个士臂同时尖叫了起来,同时尖锐地叫着。 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他把公主给杀了。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渐渐地,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呼吸,所有的风声,所有的马斯人语,全部都消失了。 所有人都是惊骇地盯着楚师公主胸前的那柄短剑。 接着,他们头一抬,目光惊骇地盯向了魏洛。 魏洛就站在楚师公主的身前,他的身前左右是楚师公主的士臂和剑客们挡着。 从头到尾,这场谋杀都没有被外人看到,所有的楚人都相信了,楚师公主是魏洛下的毒手。 这个面如美玉的少年郎,看起来还真是那个妖妇了,他居然敢对堂堂楚国公主下如此的毒手,真的是好狠的心呢,真的是胆大包天呢。 一瞬间的安静中,鼓噪声如风雷轰隆隆隆地传来。 魏洛冷着脸,奇怪的是,他面对着众士臂们的指责,面对着楚人的惊骇,竟是一点也不慌。 此时此刻,他只是想着。 啊,原来,这便是楚国权贵们的杀招啊。 与魏洛一样,毫不惊慌得还有公子精灵。 这时刻,他俊美的脸上闪过一抹冷笑来,他微微侧头,低声地喝道。 宋孝令稳攻行动。 诺。 就在众楚人都是惊骇之急时,剑人的车队中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尖笑声,那笑声尖锐响亮,如金铁之音,直阵于云霄深处, 直是盖过了所有的声音,远远地传荡开来。 魏洛的笑声,轻悦中引有迷荡之音,他纵是在呼啸,那声音却依然是动听的,仿佛是在唱歌一样。 众楚人本来都被马车中的笑声给震住了,魏洛这一笑,又把他们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来。 众楚人同时转头,看向了魏洛。 公子精灵也在盯着魏洛,他俊美的脸上闪过了一抹赞赏。 小儿并不知道,自己令人发出笑声,实是一个暗号。 可他聪明过人,不用任何人提醒他就能明白那笑声与众不同。 于是他马上就接过去,把众楚人的注意力也引了过去。 轻笑声中,魏洛右手一挥,制住了那刺杀楚氏公主的势璧。 他提着那势璧,纵身一跃,跳上了马车顶。 他站在马车顶上,突然发声大笑。 本来有不少人准备开口指责他,唾骂他的,他们的声音还没有出口,便被魏洛的笑声给压了下去。 大笑声中,魏洛右手一转,把那势璧朝众楚人面前一晃,冷声地立合道。 诸位请看,此副手上鲜血从何而来? 多,真是好算计呀,令人杀了公主,嫁祸于我。 多,堂堂丈夫,堂堂公子武,连自家亲妹也一件杀了。 哼,真是令人迟疑。 魏洛只能说出这一句话,他也只来得及说出这一句话,因为这一次,分明就是楚人计算周全的,他们要用楚石公主的尸体来留住魏洛,留住公子精灵,因此,他们不会让魏洛找到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就在魏洛的立刻声中,七个士帝同时哭喊了起来,哭喊声中,他们齐刷刷地指着魏洛叫道。 啊,是你,明明就是你杀了我家女公子,你杀了她,还以巧言以示乎。 啊,我家的女公子,好惨啊。 七个女人整齐的贺骂声一出,众楚人盯向魏洛的眼神中,已经是刻骨的厌恶和怨气,他们自是相信了这些士帝们的贺骂。 魏洛冷笑了一声,他正准备开口时,忽然之间,那站在最后面的那个士帝淘淘地大哭起来。 啊,公主之王,我等世亲眼所见,千世无礼相组。 啊,新日公主恩情厚恩,我等无依未报。 啊,那士帝显然是内力不凡,他的哭叫声一出,便是盖过了所有的喧嚣和吵闹。 就在魏洛冷眼盯向那势壁时,只见他嗖的一声,从身边的剑壳腰间抽出了一柄佩剑,佩剑阳空光芒四射中,那势壁双手握剑,朝着自己的颈线一滑,血剑两步时,那势壁的尸体砰的一声,重重的栽落在地 众人惊住了,而这个只是一个开始,接着另一个势壁冲了过去,捡起了那血淋淋的佩剑,朝着自己的胸口重重的一次,扑的一声,第三个势壁从尸体上拔出了那血淋淋的长剑,重重的硬勒,紧断人倒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当第七个尸体倒在地上时,魏洛的手松了,他任由被他制住的那势壁跳下了马车,从血波和众女的尸体中,重重插住了他自己的胸口中 一共九具尸体,转眼便堆在了魏洛的眼前,众人的眼前 面对此景,魏洛已经是无话可说,无计可施了 很显然,必是楚光王室使出了什么手段,他们才会以此相谢 一连九具尸体摆在魏洛的面前,魏的便是在臣民面前诋毁他魏洛 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手,逼迫公子精灵 无论如何,魏洛是公子精灵云历上的妻子 何况,他已当着重巨子,当着重楚族,发誓过要护他周全的 只要逼住了魏洛,不管是把他逼死,还是把他囚禁了 公子精灵就算想甩他这个包袱抽身而退,也是不行的 楚人有的是借口,把他囚禁起来为之,或者是找个机会杀了他 一阵瓷体彼伏的呕吐中,惊愕中,喧嚣声越来越响 不一会儿,人群中传来一个高昂而愤怒的喝骂声 你这妖妇好狠的心肠,女公子不过揭穿了你的妇人之身 你居然如此下狠手参杀于他,拉命来 妖妇,留下性命 一命敌一命,叔叔自闻相谢 自闻,自闻,自闻 一声又一声,宛如潮水般越来越响 宛如惊涛骇浪的呐喊声,喝骂声中 魏洛再次放声长笑了出来 纵使数千人同时愤怒的喝骂 魏洛用内力逼出来的笑声,也可以把这些声音压下去 他哈哈的大笑,声音嘶哑的纵声说道 哈哈哈,公子武啊,公子武 你莫不是以为天下人都是吃鱼之辈 畜师公主不过是愚笨妇人 我杀她何意呀 多,出来一人,回答我一问 不过一愚笨妇人,我杀她何意 他这一声喝叫,轰鸣如雷 引得山谷间一声又一声,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句 杀她何意 嗯,杀她何意 是啊,杀她何意 魏洛的喝叫声声声如雷 他愤怒的嘶喊回荡不已 没有人站出来 更没有楚人理会他,回答他这个问题 他的声音刚刚一落 回音还在阵阵地响起时 人群中,一个老者纵声抱贺 有父,此乃盈也 你在我影城杀我公主 使我楚人如雾 还多多有礼物 这个老者绝对是一个高手 他的喝叫声内力寻厚 中气十足,沉沉而来 堪堪把魏洛的声音给压了下去 魏洛还没有来得及看清那老者的面容 又有一个宗师级的高手怒喝道 逼死先王,误我霸业 杀我公主,视我为无物 妖妇,纳命来吧 这一声纳命来,真是响彻云霄 一出声便把魏洛的所有声音都给压了下去 这两人一开口,几乎是一瞬间 众人喧哗了,愤怒了 不管如何,他们已是七眼见到石公主惨死 九具尸体还摆在雪坡中呢 魏洛的辩解,在九具血淋淋的尸体面前已经没有说服力了 这时,楚人群群鸡肺,游祥们纷纷拔出了佩剑 众人如潮水一样,疯狂的向晋人的剑客们撞来 台山倒海的冲撞中,一个又一个司马生混乱而来 取他头颅,以晋女公子 杀了他 多 被晋人相欺至此,实不甘也 杀了这幽妇 是晋太子,是他,一定都是他所使 杀了晋太子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南音所播讲的《月姬》 门 打开 感谢观看